我們看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的話是說 現在有兩個函數 在x等於c 那一點它是連續的話 那麼這些函數 你乘一個長數 兩個函數加起來 或相減 就兩個函數做四者運算 相加減 相乘除 乘完除完 加完減完以後 它在c上面那一點 也都是連續的 當然這個不能等於0 就分母帶c那一點 不能等於0 這怎麼證 這個fz 在x等於c 連續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 limit x趨近於c fx x 等於fz 這個就是說 fz 這個函數在c那一點上面是連續的 然後limit x趨近於c z x 這個是等於zc z 在c那一點連續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那一點 左極限等於右極限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那之前我們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定理 就是極限的定理 這極限的定理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的話 是等於l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是等於m 不一定是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那麼呢 它在上面有極限的話 這兩點在上面都有極限的話 那麼這個函數呢 在c那一點有極限 也就是說 limit x趨近於 c的時候 vfx的話 這個等於dosa 等於l 假設它的等於vl 假設它的極限是l的話 這是我們之前講過的定理 那現在的話呢 它給我們是說 它連續 在這裡連續的話 然後l就是等於fc 也就是等於fc vfc vfc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limit x趨近以c的時候 vfx 這個是等於vfc 左極限等於右極限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所以這個函數 所以這個函數呢 在c那一點它是連續的 其他證明也都是一樣的 其他證明的話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limit x趨近於 c的時候 f x x x趨近於c x趨近於c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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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